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已知有十個數據 這十個 其中有一個數據不曉得 若他們的中位數是57 那麼TAUX這個數應該多少 好,那我現在就給他資料重排 從小的排到大 那這些數已知嘛 所以可以重排 10、30、30這樣排 好,現在差不多57 57的話大概在這裡 57大概在這裡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總共有十個數 十個數的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第五個數跟第六個數加起來 這個是第五個數啦 教育科士5是多少 第一個數、第二個數、第三個數、第四個數 第五個數,第五個數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55 那第六個數不曉得 第六個數的話 應該就是X了 X6是等X了 為什麼呢? 因為X6如果不是X的話 而是在這裡的話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兩個加起來 除以2的話 就超過什麼呢? 超過60 不可能是57 所以X一定在這裡 好,現在的話 我把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除以2要等於57 就是55 就是X5加X6 加起來 再除以2的話 這是中位數 這是57 那說X等於多少呢? 等於57 乘以2 減掉55 那這樣應該多少? 這樣是57 乘以2 減掉55 這59 說X等於多少呢? 等於59 會成 potentially 好 減少 漢 爬 起 學 legislators 作融 開 罰